婆婆拿走了浴室的防滑垫 导致我摔跤流产 我一直以为婆婆是无意的 直到那天 我无意间听到她打电话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她怀上心语的孩子 我瞬间警觉 随后意识到 每当我和老公亲热时 婆婆的眼神都不对劲 我流产了 胎儿不足五个月 是个男孩 从我腹中引出来时 还不到一斤重 医生说 是个死胎 甚至连看也不让我看一眼 就直接处理了 我心痛至极 在手术室就晕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推进了病房 我看着手在病床边 满脸憔悴的丈夫 崩溃大哭 老公 孩子没事 对吗 她沉默了很久 才哑着嗓子说 是已至此 别太难过了 原来是真的 我还以为 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 即便是我不想面对现实 即便是昨晚孩子 还在腹中踢我 可现在 我不得不面对现实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保护好孩子 我一度精神抑郁 觉得有人要害我 不然我放在卫生间里的防滑垫 是谁拿走的 要不是因为没有防滑垫 我也不会摔跤 不会失去孩子 可家里除了我 就是我老公和婆婆 而且 我老公上个礼拜 一直在出差 婆婆更是抱孙心切 对我呵护有加 她也没有理由害我呀 难道 真的像我老公说的那样 婆婆只是好心 把防滑垫拿去清理 晾晒 忘记放回原处了 老年人忘性大 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总觉得不大可能 我一直耿耿于怀 孩子的事 是因为我今年 三十四岁了 加上又是多囊卵巢 好不容易才怀上孩子的 这突然失去 真的很难接受 我叫王华林 今年三十四岁 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 在一家商场做领导 收入可观 宋新宇是我老公 她是建筑师 在一家上市公司上班 收入不高 但好在稳定 人也老实 她是北方人 读大学时来的上海 一直勤奋努力 我们认识时 她已经三十二岁了 我们恋爱一年 结婚三年 好不容易才有了孩子 却没想到 只是空欢喜一场 不过好在 宋新宇很爱我 说即便是以后真的没有孩子 她也能接受 说我比孩子更重要 还说什么 以后老了 带我一起环游世界 就这样 失去孩子的心理阴影 慢慢过去了 坐完月子 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中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起夜倒水 经过婆婆房间门口时 听到屋里就人说话 不禁好奇走了过去 都快十二点了 婆婆还没睡觉 她在河水打电话 我走过去 脚步还未站稳 就听到屋里传来 婆婆自信满满的声音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在怀上 心语的孩子了 听到这句话 我整个人猛了 猛了好久 婆婆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不希望我怀上孩子 不希望我生孩子 那防滑电的事 想到这儿 我浑身发抖 冷汗直冒 双腿更是不受控制的发缠 就连呼吸 都变得不顺畅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房的 只是回去之后 再也睡不着了 我想不明白 婆婆为什么不希望我怀孕 她不是一直念叨着 要亲孙子吗 我平时基本不起夜 晚上十点左右就睡觉了 今晚要不是闺蜜 拉我去吃了一家 很咸的火锅 夜里也不会起床喝水 想想 真的是细思极恐 自打流产之后 我变得异常敏感 总觉得 每次我和宋新宇亲热 婆婆都会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我们 我隐约觉得 婆婆对宋新宇 仿佛有一种超乎母子间的那种情感 恋爱时 我听宋新宇说过 她父亲死得早 母亲守寡多年 寒心如苦把她养大 我一直觉得 她母亲真的是很伟大 所以对待婆婆 我一直是抱着敬重感恩的心理 我和闺蜜说了这件事 她怀疑 是我想多了 说我婆婆一个乡下女人 抱孙心切 怎么会害我 可我总觉得 这是很诡异 不过有好几次 我故意试探宋新宇 她都是一脸无辜 所以我打心底觉得 这事就是我婆婆一人所为 为了抓住婆婆害我的证据 我真的是苦思冥想 费尽心机呀 可结果却什么也没查到 就连通话记录也没有 我特意翻看了 我婆婆的手机 她对我 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彼时 我也忍不住有点怀疑 是不是真的像赵萌说的那样 我出现幻听了 结婚纪念日那天 宋新宇偷偷告诉我 晚上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满怀期待地点头 在她脸上印下一吻 期待了整整一天 下班特意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准备赴约时 我电话突然响了 我拿起电话 甜蜜一笑 老公 我下班了 我在哪里等你 林林 晚上不能陪你了 我要回老家一趟 家里的表姐出事了 宋新宇急切地说道 表姐出事 我猛了一下 随口问 哪个表姐 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 我和妈准备回老家一趟 有时回来再说 要不我陪你 我话还没说完 宋新宇就挂了电话 一瞬间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总觉得 她像是在防备什么 心里乱糟糟的 我给宋新宇发了短信 说想陪她一起回老家看看 毕竟结婚这么久 我还没有去过 宋新宇拒绝了 她说表姐出事 家里乱成一锅粥了 我现在去 大家都顾不上我 再加上路图远 我娇生惯养的 肯定不行 她这么说 我也只好作罢 只是 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舒服 她和婆婆究竟想隐瞒我什么 最后 是赵萌陪我过的结婚纪念日 我情绪很低落 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事 赵萌提醒我 既然怀疑婆婆有问题 就该好好地调查清楚 我心里明白 有些事是逃避不了的 回到家 我进了婆婆房间 床头柜上 放着婆婆和宋新宇的合照 我看着床头柜上的照片 一股寒意从心底涌出 我和宋新宇结婚没多久 婆婆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她的房间我很少进 因为我不爱窥探别人的隐私 在房间里搜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无意中被绊倒 看见床底下有一个老旧的首饰盒 我愣了几秒 伸手掏出首饰盒 仔细打量 一个方方正正的木头盒子 表面上布满了划痕 看得出来 应该是年代久远的老物件了 盒子被锁上了 怎么也打不开 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好奇 好奇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我开始上网搜寻 找各种办法 不厌其烦地试了很多次 才成功打开了锁 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只放了一张破旧的纸 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那张纸早已泛黄 破旧不堪 出于好奇 我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 整个人瞬间猛了 这是一张结婚证 结婚证上的照片被抠掉了 2007年8月20号 宋新宇、张春华 我看着这些字 双手一抖 盒子连带结婚证 一起掉在了地上 刹时间 我脑子一片空白 宋新宇居然结过婚 他在2007年就结婚了 反应过来 我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 慌忙逃回房间 躺在床上 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 满脑子都是那张结婚证 结婚之前 宋新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结过婚 婆婆也是只字未提 2007年 宋新宇刚满 20岁 她就已经结婚了 和一个叫张春华的女人 她为什么要骗我 我心里又恼又恨 委屈地直掉眼泪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为什么宋新宇不肯带我回老家 可就算她想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 也没必要害我腹中的孩子呀 为什么 我想不明白 此时此刻 我敢肯定 卫生间里的房华店 是婆婆故意拿走的 她的目的 就是要害我流产 我心里积满了可怕的怨气 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调查清楚 我的孩子 绝不能枉死 我找人在家里装了监控 所有隐蔽的地方 我全都装了针眼摄像头 我一定要查清楚 他们究竟有什么秘密 一周后 宋新宇和婆婆回来了 我假装若无其事 去火车站接他们 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居然带回来一个小男孩 看样子 估计有六七岁了 小男孩被我婆婆搂在怀里 宋新宇拎着行李 三人从车站里挤出来 我看着小男孩 愣了一下 这是宋新宇看了一眼婆婆 向我解释 这是我表姐的儿子 咚咚 咚咚躲在婆婆身后 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满脸疑惑 心想 他们回一趟老家 怎么带个孩子来 婆婆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 开口解释 林林 这孩子命苦 她妈妈刚刚去世 我和新宇看她实在可怜 就把她领回来了 婆婆搂着东东 满眼宠爱 我愣了几秒 看向宋新宇 正准备问她 这孩子的父亲在哪里 谁知 宋新宇突然说 坐了一天车 好累 先回家吧 宋新宇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婆婆健壮 也拉着东东走了 边走边说 东东别怕 我们回家了 我看着三人和谐的背影 顿感莫名其妙 低头 发现行李箱没人拿 感情我是来当庸人的呗 压下满腔怒火 我提起行李箱 费劲地挤入人群中 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 一路上 气氛凝重 婆婆搂着东东坐在后面 宋新宇靠在副驾驶坐睡觉 我扶着方向盘 时不时抬头瞄一眼后视镜中的小男孩 他很乖 一路上都没有吵闹 这张眉清目秀的脸 好像一个人 我看着身旁睡着的宋新宇 觉得他们还有几分像 记得四年前 我第一次见到的宋新宇 也是这么羞涩 婆婆瞧见了 就板起脸孔 林林 你好好开车 东东不是外人 不是外人 这次婆婆回来 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说话也没有之前和气了 我只是透过车里的镜子 望了几眼孩子 她就发这么脾气 我心里顿时不舒服 本想对她两句 想想算了回家再说 开口说道 妈 东东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她爸爸呢 在我们家住倒是没有关系 我只是担心她的亲人会担心 婆婆没有说话 车子一路回到了小区停车场 宋新宇也醒了 她静止下了车 完全不管后面的婆婆和东东 说完 我扭头看了一眼婆婆 婆婆脸上浮现一抹怒气 我停好车 和婆婆 东东一起上了电梯 东东一直躲在她身后 林林 你和新宇结婚这么久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我看着小区里 其他像我年纪的人 都有了孙子 你们每天上班十来个小时不在家 也没有个人陪我 现在东东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她不配住你的房子 要是这样 我就和她搬出去住好了 婆婆越说越激动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我 仿佛孩子流产都是我的错 提到孩子 我心脏猛地一抽 险些崩溃大哭起来 我为什么没孩子 你心里没数吗 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我真的很想质问婆婆 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 卫生间的防滑垫不见了 地上有不明液体 才害我滑倒 当时家里只有三个人 宋新宇我试探过了 完全不知情 如果不是她 那就只能是婆婆 我双手攥紧了 想要对回去 可是最后我还是忍了 我倒要看看婆婆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竟然连亲孙子都不要了 叮 电梯到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 提着行李的手都在颤抖 我劝自己一定要冷静 在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 一定不能在婆婆 和宋新宇面前露出马脚 这场婚姻的救赎 我只能自救 别无她法 晚饭后 宋新宇洗完澡 躺在床上玩手机 我在一旁叠衣服 趁机问她 老公 东东来 咱家 打算住多久 宋新宇放下手机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突然扑过来 抱着我 老婆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什么事 我看着她 宋新宇将我搂在怀中 亲吻了一下 我的额头说道 这次回老家 表姐突然死了 我才发觉 你在我的心里最重要 孩子没有了 我们可以再慢慢要 不着急 这跟表姐的死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很纳闷 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说话 想听到下一步想说什么 果然 她接着说道 我和妈商量了一下 想把东东过季到我名下 她现在无父无母 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内心深处的第一反应 是拒绝 我虽然流产了 但我才三十多岁 又不是不能生了 她这么着急领养别人的孩子 有何意图 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 我假装镇定地看着宋新宇 试探她 你想领养东东 可她这么大了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六七岁的小孩子 基本上什么都懂了 我倒不是对东东有什么意见 只是搞不懂宋新宇母子俩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怎么不合适 我跟你说 东东跟我也算有点血缘关系 我是她舅舅 算是有血缘关系的 宋新宇直接扯上了血缘关系上 我冷笑了 表亲而已 又不是亲舅舅 算什么血缘关系 不过她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东东的爸爸呢 林林 其实东东是我表姐非婚生子 她没有老公 东东一出生就没有爸爸 她还这么小 总不能送孤儿院吧 我就想着 我们的孩子不是没有了吗 正好收养了她 好 我同意了 不过只是为了让我婆婆安心罢了 我的心里可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 宋新宇激动地抱着我 猛亲我 嘴里不断说着谢谢 随后宋新宇起身去了婆婆房间 我打开手机视频 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婆婆房间 她坐在床边 轻轻拍着睡着的东东 宋新宇站在床边 跟她说我同意东东住家里了 算她识相 否则我要她好看 婆婆好像变了一个人 面向凶狠 满眼杀气 我被吓了一跳 连忙坐直身体 你最近安分点 其他的事 等东东上了户口再说 宋新宇警告婆婆 安分点 婆婆突然站起来 瞪着宋新宇 怎么 你舍不得她了 无礼取闹 宋新宇丢下一句话 扭头就走 婆婆像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发了风式的狂杂东西 没一会功夫 屋内一片狼藉 宋新宇进屋前 我关了手机 假装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就问她 你去哪了 外面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 妈在看电影 哦 宋新宇爬上床 从身后抱着我 我背对着她 睁开双眼 满脸恐惧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俩人不像是母子间在说话 月中 我借口要出差 趁机去了一趟宋新宇老家 为了不让她发现异常 我先买了北京的机票 然后连回城的机票一起买了 再从北京租车去了她老家 路途颠簸 我差点没死在路上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天已经黑了 我只能在镇上找个旅馆住下 宋新宇老家比我想象中还要落后 我带了一些小礼物 假装下乡帮扶 村民们领了小礼物 对我异常热情 主动跟我套近乎 我趁机打探宋新宇 没想到出乎意料 原以为宋新宇对我的欺骗 只是隐瞒了曾经结过婚的事实 可现实却狠狠抽了我一耳光 提起宋新宇的名字 不少人都沉默了 那略带同情的目光 让我疑惑不解 再三追问下 村长裁道出了事实 他告诉我 宋新宇原本是北上村人 年幼失去父母 靠村民救济为生 后来被张春华的父亲张峰收养 攻其读书 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宋新宇也算个知恩图报的人 在张峰临死前 兑现承诺娶了张春华 两人在村里做起了小生意 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直到七年前 张春华得了一种怪病 掏空了家当 还卖了老家的房子 才治好了病 两人离开了张村 然而我拿出手机里面 宋新宇和我婆婆的合照时 村长一眼认出我婆婆 并却告诉我 我婆婆就叫张春华 令我大跌眼镜 原来他其实才四十多岁 宋新宇比他十岁 可是因为早年张春华得了那种怪病 治好后就看着和实际年龄相差了二十多 而且要常年服药维持生命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东东竟然是宋新宇和张春华的儿子 之前一直由张春华表姐抚养 张春华表姐因病去世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冒险把东东带回家 我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居然是一家人 宋新宇对我 不是婚礼的欺骗 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宋新宇犯了重婚罪 她在老家结的婚 那个时候信息不能共享 所以我和她领结婚证的时候 并没有显示出来她是已婚 我也就糊里糊涂地跟她结了婚 我们现在算什么 一夫二妻吗 我觉得太可笑 也很荒唐 若是没有流产那件事 恐怕到死我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吧 可是宋新宇为什么要再结婚呢 是她反悔了 还是说张春华不肯跟她离婚 回到家里 我隐藏了所有的愤怒和不甘 为了弄清楚真相 我只能选择隐忍 知道了张春华的真实身份 再次面对她 觉得十分恶心 想到我最近看新闻 有一个丈夫杀妻碎尸的案件 心里更是十分恐惧 我想离婚 担心宋新宇不同意 我只能先收集证据 那个结婚证不知道是真是假 宋新宇和张春华是夫妻 一旦打草惊蛇 他们会不会对我下手 思来想去 我打消了这念头 冷静下来 我开始制定复仇计划 第一步就是让宋新宇付出惨痛的代价 晚上 宋新宇要加班 张春华带着东东去遛弯了 我习惯性打开监控 开始观察张春华的一举一动 最近几天 他总喜欢在客厅徘徊 拖地擦桌子的时候 他都会抬头看一眼 天花板的水晶吊灯 偶尔还会举起拖把打两下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但浑身冷汗直冒 不祥的预感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心里一阵慌乱 赶紧又翻出前几天的视频 发现张春华偷穿我的衣服 在我房间里 抱着宋新宇的照片亲了又亲 我顿时感到一阵反胃 忽然想起什么 我翻箱倒柜地找出宋新宇的旧电脑 打开想要一探究竟 这旧电脑已经搁置好几年了 宋新宇一直很宝贝 不让人碰 他的电脑 有密码 我试了好几次都不对 晚上我趁他睡着 翻他的背包 发现宋新宇去给东东办户口了 还开了一个村里的证明 证明上有东东的生日 我用这个日期试了一次 成功了 电脑桌面上没有什么东西 我点开了 地盘 翻开几个文档 全是办理财产继承 房屋过户的相关手续流程 最后翻到一个隐藏文件 文件名叫猎物 我好奇点开 整个人都呆住了 文件里 是我的个人信息 文件保存日期是四年前 那个时候 我刚刚和宋新宇认识 让我毛骨悚然的是 他对我的调查 居然细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喜欢吃什么 对什么东西过敏 家里条件如何 我爸妈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等 都写得清清楚楚 虽然早就知道真相 可这一刻 我依旧浑身冰冷 四肢颤抖 再联想到刚刚张春华的行为 我知道 自己没有时间了 或许他们要开始动手了 这个时候 我若是再不反击 那等待我的将是死 我将电脑关上 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一个周末 张春华一早就告诉我 要带东东去游乐园 午饭叫我自己解决 临走时 我听见他和宋新宇说 今天别去客厅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直到张春华离开 才迫不及待地逃出了客厅 抬头看着摇摇欲坠的水晶吊灯 我似乎明白了 既然这样 就怪不得我了 我跑进书房 告诉宋新宇 我妈留给我的蓝宝石 戒指弄丢了 那枚蓝宝石戒指 价值八十多万 宋新宇一听 眼睛都发亮了 听到戒指这么值钱 连忙问我 可能掉在哪里了 我说 可能在客厅 昨天晚上还带着呢 宋新宇二话不说 冲进客厅开始翻找 终于在沙发底下找到了戒指 正在他高兴的时候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 直接掉下来 这个吊灯是装修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买的 有五层 起码有二十多斤 这样的重量砸下来 不死也去了半条命 宋新宇身材高大 水晶灯被他用手臂挡了一下 冲击力还是让他头磕在地上 血瞬间流出来了 我躲在卧室门口 看着这一切 若是被砸中的是我 恐怕命都没了 我赶紧拨打了 110和120 很快救护车到了 将宋新宇抬上了车 警察到了之后 询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家里的吊灯莫名其妙地掉下来 砸到了人 不知道是人为还是质量问题 我不能直接跟警察说 是张春华做的 视频上没有他直接的证据 可是我要他自己说出来 随后我打电话给张春华 说宋新宇受伤被送去了医院 张春华马不停蹄地赶来医院 骂我是扫把星 怎么照顾丈夫的 当这医生和护士面 我还是叫他妈 叫完自己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这个女人也只是比我大十几岁而已 我装作无辜的样子说道 妈 我也吓坏了 我当时在卧室找东西 就听见外面的巨响 出来一看 水晶灯掉下来了 你说 好好的水晶灯 怎么会掉呢 我怎么知道 张春华白了我一眼后 怒吼道 我心想 张春华现在肯定懊悔死了 苦心设计的阴谋 没有伤到我分毫 反而让宋新宇进了医院 那一刻 肉眼可见的憎恨 在张春华眼中闪过 我假装落下几滴伤心的眼泪 宋新宇看着张春华 眼中满是愤怒 一副哑巴吃黄脸 有苦吐不出的样子 我借口去了医生办公室 回来时 在门口听到宋新宇说 你搞这些小动作 差一点害死我 最近给我安分些 我自有计划 如果林林发现了 我们就死定了 张春华哭着问宋新宇 说自己本来计划得好好的 也提醒他不要去客厅的 可是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情 还再三保证以后不会了 宋新宇还告诉张春华 最近朋友找他合伙投资 需要八十万 他手里没有钱 需要我签字抵押现在的房子 拿到钱就跟我摊牌 到时候是我每个月还贷款 他就可以找一个机会跟我离婚 说我生不了孩子 我站在门外 勾唇一笑 一对狗男女 真的是好计谋 若不是我提早发现 还真会傻兮兮地听信宋新宇的甜言蜜语 将母亲留给我的房子去换钱 给这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去做生意 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 那个答应和宋新宇做生意的人 是我找的 一周前 我找到宋新宇的同学张千 他因为赌博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还失业 老婆离婚 带着孩子走了 我答应给他五万 条件是要他帮我 具体做什么 都要听我的 反正就是不会让他做犯法的事情 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 果然验证了那句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为了让宋新宇和张春华产生矛盾 我开始慢慢制造宋新宇出轨的证据 宋新宇最近经常说出差 或是夜不归宿 每次回家都喝得烂醉如泥 给了我机会 我在他口袋里放用过的口红 尺码小的性感内衣和酒店住宿发票 然后故意让张春华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这些东西 女人的疑心 有时候就是很可怕的 有一次 他脖子上还有口红印 当然 也是我故意留下的 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宋新宇十分厌烦 警告张春华 不要再管他的事 为了激发矛盾 我设了一个局 那天晚上 我给宋新宇喝了一杯 掺了安眠药的牛奶 等他睡着之后 再播放提前录好的音频 内容是我用变声器 模仿他的声音打电话 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我告诉张春华 闺蜜有事情找我 要出去一趟 等我出去了 张春华肯定趴在门上偷听 然后宋新宇的声音传出来 你放心 等我拿到一百万 马上带你远走高飞 宝贝你相信我 钱一到手 我们马上订机票 去美国 我爱你 亲一个 接下来那几天 张春华魂不守舍的 对谁都拉着一张脸 这些宋新宇根本不知道 我给张千发消息 要他催宋新宇尽快拿出来钱 晚上宋新宇回到家 洗完澡就想和我过夫妻生活 被我用身体 还没有恢复为理由拒绝了 他虽然不高兴 可是还是没有发作 而是安慰我说 不要紧 我的身体要紧 他可以忍一忍 于是问我 林林 你手里还有多少钱存款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回到 二十万吧 怎么就这么点钱了 宋新宇脸色大变 前段时间炒股被套进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林林 我现在的工作钱太少了 想辞职 现在我们家是四口人了 以后说不定要变成五个人 房子也小了 有朋友拉我做生意 我想着赚了钱就买个大房子 宋新宇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好笑 他一个建筑师画图纸的 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野心倒是不小 和谁呀 我故意问道 你别问了 说了你也不认识 我大学同学 他现在做出口贸易 听说很赚钱 现在他想扩大经营 问我有没有兴趣 你也知道我英语不错 贸易赚得多 是你大学同学 那应该是可靠的人 我相信你 需要多少钱 我继续问道 一百万吧 少了股份就少 赚得就少 林林相信我 我一定能让你 住上那种大别墅 过父太太的生活 宋新宇开始给我洗脑 给我画大饼 别提多认真了 我闷着笑 看着他滑稽的样子 我配合得点点头 可是我现在只有二十万 也拿不出那么多呀 老婆 我是想 你把现在我们住的 这个房子抵押了 我去中介打听过了 这个房子值 一百五十万 抵押 一百万没有一点问题 只是这个房子的名字 是你 需要签一个委托书 委托我全权办理 老婆 我求求你 为了我们的将来 过上好日子 宋新宇从来没有说话 这么温柔过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有人不要脸 可以到这种地步 我也是醉了 我笑了笑 不行 这个房子 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 万一抵押出去了 没有钱还怎么办 到时候 我们大房子没有住上 连这个房子都没有了 岂不是很不划算 宋新宇一听 脸色就不好看了 林林 我们是夫妻呀 你还不相信我 我好歹 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吧 经济头脑还是有的 宋新宇继续要求我 我故意看着她 过了十分钟 才说到 要我同意也可以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你答应抵押房子 怎么样都行 宋新宇果然上钩了 我看着她眼神中 那种强烈的贪婪眼神 要婆婆和东东回老家 我的话就是说 给门外张春华听的 宋新宇听完后 点犹豫 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骗她说 自己想再要一个孩子 婆婆回去后 我们才好过夫妻生活 我们有东东了 她也是我们的孩子啊 我懒得再应付了 扔下一句 反正缺钱的是你 你想想吧 我累了 先睡觉了 随后我不再理会她 翻身背对着她 可是我的眼睛 一直没有闭上 几分钟后 宋新宇下了床 她直接出去了 我断定是跟张春华商量去了 她现在一门心思 都在想着怎么拿到钱 我打开了手机监控视频 看到宋新宇 进入了张春华的房间 开始商量 让张春华回老家的事情 我不 你是不是爱上那个贱蹄子了 你别忘记了 我们可是结过婚的 要是你想撇开我 我就去告诉警察 你中婚罪 看到时候 你坐牢她会不会花钱救你 张春华发了狠话 神经病 你上次弄坏了客厅的吊灯 差一点砸死我 我上次没有跟警察说 是因为王华临在 你惹毛了我 我一样跟警察说 故意伤害罪 比重婚罪可严重多了 你想想吧 宋新宇威胁完 又放软了语气 上次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那个纯女人答应抵押房子 换了 一百万 我就带你和东东 一起去国外治病 你这个病只有国外 可以治疗 我在单位上班 收到了一个快递文件 是我一周之前做的 DNA亲子鉴定 现在检测报告出来了 鉴定证实 东东确实是宋新宇亲生儿子 一连七天 宋新宇都因为单位有事情 很晚回家 我每次乘着他睡着 故意用变声器 模仿他的声音打电话 都是一样的内容 带另一个女人去国外 终于张春华坐不住了 他去外面打听 怎么样可以贷到钱 可是他一没有工作 二又不是本地户口 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正规渠道是不可能贷款给他的 于是他看到了小区楼道小广告 那种私人借贷公司 也就是高利贷 他不清楚这种高利贷利息 有多离谱 就找借贷公司糊里糊涂地签了字 他倒是有一点聪明 去做了一个假房产证 把我的房子换成了他的名字 然后给了私人借贷公司 我暗中跟踪他 知晓了这一切 我知道快要到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这天 我故意说单位加班不回来了 然后在酒店开了一个房 打开了手机监控视频 看到宋新宇下班 张春华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之前我在家 他都是青菜萝卜 说是我虚弱 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我继续看他们吃着最后的丰富晚餐 吃完饭 等到东东回房完去了 张春华才坐在宋新宇的身边 从裤子口袋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高兴地说道 新宇不用靠那个贱女人 我们也可以拿到钱 你看这是什么 宋新宇看着他手中的银行卡 有些纳闷 你又搞什么 不是说最近老十点吗 等我搞定那个女人 一百万就到手了 张春华继续说道 不是的 这个银行卡就有 一百万 我们现在马上就买机票出国吧 带着东东 我们一家三口 一百万 你哪里来的 老家房子不是之前 给你治病都卖了吗 宋新宇觉得很奇怪 质问道 接着张春华就把作假证带到 一百万的事情都说了 我边看边录像 这些都是证据 宋新宇直接站起身 对着张春华大吼道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觉得那些人会放过我们吗 不是说好不要再搞小动作了吗 为什么不听我的 张春华本来以为自己带到了 一百万 宋新宇会很高兴 谁知道还是被骂一顿 他也起身叫了起来 你就是嫌弃 我配不上你 我看着比你老 出去都以为我是你妈 对不对 你早就想离开我了 你这个白眼狼 当年要不是我爸 你还能考上名牌大学 还在这个大城市大公司上班吗 你别忘记你答应过我爸什么 张春华哭闹着开始撕扯宋新宇的衣服 俩人扭打在一起 也惊动了房间的东东 他走出来害怕地看到他们俩人 宋新宇一把推到了张春华 抱起了东东回了房间 并重重地关上了门 张春华开始砸东西 客厅一片狼藉 我开始进行下一步 给那家私人借贷公司的经理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张春华给的房产证是假的 随后我关机扔了电话卡 孩子没了以后 我每天晚上做噩梦 梦见孩子向我走来 问我 妈妈为什么你不要我 可是今天却没有 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是周末 我十点才回到家 看到家里一切如常 我还是挺佩服张春华的 这么短的时间收拾这么干净 宋新宇坐在客厅 看到我回来了 就高兴地起身走过来 给我拿拖鞋 取下我身上的包包 挂在门后 林林你回来了 对了 我妈答应带着东东回老家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理抵押 我朋友催我了 说要我赶紧拿钱 不然就给别人了 我却没有大话 我想了想 还是算了 做生意有风险 何况还是国际贸易 疫情之后 整个环境都不好 而且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 我单位要裁员了 你要是辞职创业的话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 还有日常开销 怎么办呢 宋新宇拉着我坐在客厅 正要继续劝我 大门外有人敲门 她不情愿地起身 我妈也是 领着东东去买菜 又忘记带钥匙 烦死了 当她打开门 却看到四五名壮汉走了进来 我笑了笑 看来那个私人借贷公司效率很高嘛 这么快就来了 宋新宇一脸茫然 你们是谁 是不是走错房子了 其中一个男人却一把将宋新宇扒拉开了 谁是这里的户主 该我登场了 我拉了拉衣服 站起身 走了过去 是我 你叫什么 王华林 不对 这个房子的户主应该叫张春华呀 你看看这个房本上写着呢 男人将房本递给我 这是假的 我可以给你们看真的 我从背包中拿出了一个红色的产权证 递给了其中一个男子 我认识他 上次我偷偷跟着张春华 就是这个男人接待的 自称是经理 我昨天也是给他打的电话 男人仔细看了看 拿出了手机拍照 才递还给我 张春华呢 这个经理询问 他 不在 我慢条斯里收拾好了我的证件 起身 你们慢慢聊 不过这个房子是我的 要打人的话 注意别弄坏了我的家具和装修 说完 我无视送新宇求助的眼神 静止出了门 我的心情愉悦极了 我去了闺蜜家 说了整件事情 闺蜜说我太大胆了 怎么能一个人对付送这些人呢 万一出什么事情怎么办 其实我也害怕过 可是想想我那个未出事 就被人害死的孩子 我就充满了无所畏惧的力量 晚上八点 我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要我去辖区派出所一趟 闺蜜开着车 我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我一进去询问 才知道有人报警 说有人打架 警察问我 宋新宇是不是我丈夫 我说是 警察说 宋新宇和一个年纪很大的女人 被一群男人暴打 被人看到了报了警 现在被送到医院了 问我 他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告诉警察 其实那个年纪很大的女人 是宋新宇的另一个老婆 我把张春华发黄的结婚证 和自己的结婚证递给了警察 还把张春华做假证片贷款的事 讲述了一遍 警察觉得是一个大案子 就请我进去做了一份详细的笔录 做完笔录 我就回家了 不过留下了一个 优盘和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周一我去法院申请解除和宋新宇婚姻关系 起诉他中婚罪 三个月后 我的离婚案法院开庭了 宋新宇因为被拘留了只能视频连线 很快 我离婚案判决了 我和他解除离婚关系 他净身出户 房子是我婚前财产 他没有资格分 宋新宇因为中婚罪和诈骗罪被判了十年 张春华因为诈骗罪和杀人未遂罪判了二十年 东东被送去了孤儿院 因为他的双亲都坐牢了 老家也没有其他的亲戚 半年后 监狱给我打了电话 说宋新宇要见我 他头发被剃平了 人也苍老了许多 眼眶都凹进去了 看来憔悴极了 林林 是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我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你能原谅我吗 说完 他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你不配 我卖掉了那套房子 正好单位有一个去外省开分公司的业务 就报了名 我一点也不同情宋新宇 只觉得 人在做 天在看 多行不易必自毙 回过头想想 自己的婚姻不是坟墓 而是女人的战场 以后的每一天 我会时刻提醒自己 不堪地过去 是一段抹不去的伤痛 fertilizer 前面 也有此经历